有同學問這條,2018年的Paper 2 我們一起看看這條關於lock graph的題目 如果要處理這些題目的話,其實有三種方法做 我先介紹第一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由這個開始 先抄一次出來 y equals to k, x to the power a 兩邊一起取lock 因為這條成的關係,所以我可以解鎖開 左手邊也是一樣 接著A可以拉到地面 一些簡單的lock operation 我們這條題目,你看到它是用lock Base是用4 即是代表Base不應該選10,應該選4 全部都要動 當你寫到這裡,你就會看到 這個就會是Vertical的Axis 而這個就會是Horizontal的Axis 基於y等於mx加c 如果這個是y的話 這個是x的話 即是代表 這個東西就會是slope 即是說 這個就是所謂的m 然後這個位置 就是所謂的mx加c 即是說它是Vertical Intercept 即是說它是Vertical Intercept 如果這條題目 是給了你的slope 是多少 或者你可以算到的slope 是多少 因為它有兩個point 即是你可以算到的slope 如果你算到的slope 那就代表你算到A 這個就是Vertical Intercept 這個是Vertical Intercept 這個就是valtime method 1 將這條式 把它動變變變變變變 變成是與這幅Graph 所謂的繫線 然後它給了Horizontal和Vertical的Axis 然後根據這個資訊 嘗試把它變成這條線 然後就看看它給你什麼資訊 如果你是可以找到Slope 你就可以算到Slope這個位置 如果它給了Vertical Intercept 你就可以算到Vertical Intercept 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是 假設它沒有給它 例如這個Case裡面 你看到Vertical Intercept 是沒有給你的 那應該怎樣做呢 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可以選擇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用Subpoint的方法去做 那怎樣Subpoint呢 我們現在有這條式 這條式就是L 這條式就是L 你就可以選擇 你看到 當Horizontal的Coordinate 是1的話 Vertical的Coordinate 就會是2 那其實我可以Subpoint 進去這條式 那如果我Sub進去的話 我會得出那條式 就是Sub了下去 這個Vertical的Coordinate 就是Horizontal的Coordinate 就是Horizontal的Coordinate 濕在這裡 即是我們可以得出 這條式 那你也可以 濕到第二個方法 即是96 進去 當Horizontal是9的時候 然後這個是6來的 這個Vertical的Coordinate 其實你會列出兩條式出來 這兩條式 如果我解決了它 其實我都會計算到 K和A 因為兩條Equation 而我是有兩個Anon 我解決它 我應該也會計算到答案 再重複一次 這個方法是怎樣做 就是我由這裡做Starting Point 然後我就嘗試兩邊Tick Lock 一路做一些Operation 嘗試令到Horizontal的Axis Vertical的Axis 也有在那條式 嘗試做到這條L出來 計算到這條Strict Line 然後我們就看一看 究竟它給了什麼 information 如果它給了Vertical Intercept 我便可以 compare with這條 即這條 就等於Vertical Intercept 我便可以計算到K出來 如果它給了slope 我便可以把A 這個位置 compare with slope 我便可以計算到答案 這是一個例子 但如果它給我的information 如果我無法計算到slope 或是無法計算到Vertical Intercept 可能便要用subpoint的方法 我便把這些 sub進去 然後解決定 然後解決定 我便可以計算到答案 這是第一個做法 另一種方法 就是我由Graph開始 在Vertical Intercept 我們可以看到 一條直線 一條直線 可以用y對mx加c 來 represent 但是 y不同了名字 當然 x也不同了名字 然後 然後 我們可以列出l的公式 你會發現有兩個anone 接下來 就是我們看看 那些information 可不可以計算到m和c 剛才第一個方法 其實我們都展示過 如何計算m和c 我們這裏就不再重複 我們可以得出 那條equation就是這樣 然後我便嘗試 由這條色 把它變回 這一條 難度有點高 因為我現在要把 鎖掉了 鎖掉了 很明顯 因為這裏有鎖 這裏一條色沒有鎖 即是你要把這裏 把鎖掉了 鎖掉 就需要一些鎖的operation 大家都有鎖 就會比較容易華為 加變成 然後大家都有鎖 我可以取消 把鎖掉了 然後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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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8 即是 如果我看這裏 即是 k 就是8 A 就會是2分1 你看到我和剛才第一個做法 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於 剛才第一個做法 我們就是由這裏做starting point 由這裏開始計算 我們由這裏兩邊一起剔下 然後 分開 我嘗試 由這裏開始 把它變成 好像 Forgraph Y對MX加C 這樣的狀態 Y對MX加C 的狀態 然後 我們才用Forgraph 可能是 sup point 或者是 可以計算slope 或者是 提供Vertical Intercept 去找一些 unknown 找M 和C A 然後 可以計算K 和A 但現在 這個方法 反過來 就是 我現在用Forgraph 來做starting point 然後 我去計算slope 和 Vertical Intercept 之後 嘗試 由這條色 變成這樣 這就是 第二個方法 介紹最後一個 另一個做法 就是 我先看了Forgraph 我先看了Forgraph 我們看到Forgraph 給了我 其實這個位置 是1 2 這個位置 是96 我們就知道 當 horizontal coordinate 是1 的時候 Vertical 就會是2 Horizontal 是9 Vertical 所以 我們就可以列出來 做一些很簡單的 operation 我這個4 可以扔過去 扔過去 扔過去 就會這樣 即是等於4 然後 這塊 也可以扔過去 所以 這裡 就是4 即是16 然後 下面的case 也是一樣 4 9 數字很大 我就不敢 counter 然後 4 我們就會得出 兩組 的coordinate 我可以把它 塞在這裡 Y 就是16 K X 就是4 to the power a 如果我塞 第二組 的coordinate 的話 就會是4 to the power 6 equals k times 4 9 and then to the power a 同樣地 兩條equation 有兩個anone 應該是不難計的 這條式叫第一條 這條式叫第二條 這條式叫第二條 我把第二條 除第一條 4 如果我除16 可以出來 就是25 6 所以 除 k 就應該會 弱走 而 4 9 a 除 4 a 除 就是 就是 4 8 等於256 你可以 ticklock 或者不ticklock 我記得 如果4 就是256 代表 a 會 比比好 就會知道 a 是 1 我便會計得到 2 1 我便會計得到 k 即是10 我塞入第一條色,因為數字比較小 4的開方即是2 丟過去按K即是8 我也會計算答案 總結一下,我們學了三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從這裡開始,默默耕昏地計算到這裡 然後我們把Volical Intercept和Slope 嘗試在Forgraph或文字裡有否有Porn給你 嘗試找Slope和Volical Intercept 如果這條題目沒有給的,可能會給了兩個Porn 你唯有把Porn去這條Equation找 最後就可以計算到K和A,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是先看Forgraph 然後Forgraph裡找出Slope和Volical Intercept 可能我會找到,或是塞入Porn去找 總之我們先找到這兩個位置 找完之後,由Graph開始變成這樣 其實一同二是很類似的,不過好像反過來做 最後Method 3的方法 其實就是用Sup Point的方法 我就Read from the Graph 由Graph可以列到兩組的Porn 然後我就用這兩組的Porn 我會帶進去那條題目 因為這裏其實是Read from the Graph 只不過是你不是Read的Equation出來 而是你Read的Point出來 你Read的Point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把它帶進去這條式 這條題目那裏,然後尋找K和A 這三個方法其實你最好也要了解一下 因為好像這條,2018年的 其實這個方法和這個方法是最好的 很少人會像Method 2 由這裏慢慢變回頭,這麼奇怪 因為這個變這個,是容易一點的 但是去到2019年,2019年 他問的題目,你看到它是不同了 變成就好像是用這個方法 又或者用這個方法可能會好一點 這個方法可能又不合理 所以其實在針對每一條題目不同 這三個方法其實都要融會貫通 DSE每年都會出一條,希望你們做到 有影片來到這裏